黃新鳴前一場出賽是5月4號 結果好球 三個球呢 大者就遭到了三陣 現在形成了一出局 其實三顆球的進了一點真的是過片 最後這個外角速球 進了一點點是沒有問題 接下來輪到林宗南 昨天呢 觀大元氏拿到了一場後援勝 投了一局 被打兩戰 投了一個寶寸但沒有失分 最後是拿到今年球季的第三勝 這場比賽兩隊現在都各有十隻安打以上 所以我還是跟網路上這些先知說聲抱歉 你們是對的 又是打擊戰 抱歉 打著打著被打擊戰 嗯哼 但我倒覺得說 如果是以十一隻安打跟十二隻安 跟昨天又不太一樣這樣 我覺得又有點不太類似 昨天應該算瘋狂打擊戰 那今天算是有點中上打擊戰 就是接近就對了 就接近 這時候是投出了一個寶寵 不過其實一體兩面喔 我們在昨天的比賽跟今天也提到 其實也跟投手的壓制力還是很有關係 沒錯 那今天 市場先發投手 包括用球數也多 包括後續的投手其實 跟昨天其實就有一點點雷同的地方 保送了林中南 也把一壘上的跑者 林瑋恩呢給擠到了二壘去 現在是一出局 輪回到第五輪的第一棒 震達紅 今天呢有一隻 三兩安打另外還有一個寶寵 好 好 好 今天就新東有的攻擊模式來看 其實跟他們前兩場 其實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今天的得分 都是在中後半段 但是他們前兩場 都打擊大包包 尤其當中第一局 甚至第二局 他就開始有些合力上算 對 倘若他今天是 這種發揮在後半段的話 那當然對於 這種四分領先的兄弟將來講 卻也不見得是很妥當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現在觀打園的角色 就相當的重要 球出現在是兩好球 沒有壞球 線外在內 嗯 結果這一球揮空 被關大人給三振 關大人目前解決的兩位打者 都是靠著他的三振 靠著他的武器球 哇這個紫插球 其實 紫插球的魅力就在於 他其實最後是 會有一個挖地挖的一個靜蕾 他還是很容易造成打者的一個出棒 最主要他的一個靜蕾的軌跡 跟紫球是非常類似的 對 所以要不要太早挖了 嗯 不過我們講早晚了 其實也都是 很短很短的那一點時間 這時候是由余鮮明在場上打擊 就這個球打成一個反彈球 二壘手接到之後 只能夠往一壘傳一個彈跳 凹凍 哇 換上關大人 守住了這個半局 但牛隊追回了一分 目前4比8落後 這次是 《Butter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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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